根據程序 所有的 這個都叫簡體 我其實不喜歡叫簡體 我們的Waste 我們的那個 你放著喔 要不要帶一個 洗乾淨帶回去 下次無趣人家是最乾淨的 你看到現在人家帶回去喔 人生第一次滅菌就長這個樣子 等一下給你帶一個回去喔 那下一次的話變成 下一次一樣換下一個人來操作滅菌 然後你來清除這一塊 然後這樣變成我們這邊有幾匹 這樣大家都可以輪流做喔 好來 是不是味道 好來 那我現在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一個觀念非常重要 我是在壽辦學學到的 大家以為這裡面有毒了 這個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叫產業價值 什麼叫產業價值 像我以前我是發酵實驗室出身的 發酵實驗室就是利用微生物它的特殊功能 甚至特殊酵素特殊產物的時候 產生有利益的有商業價值的 最有商業價值的就是抗癌藥物 治癌藥物 第二個呢 一般藥物 第三個呢 食品 第四個飼料 這是幾個程序喔 都是微生物 那如果說我這個菌的話 它本身有抗癌藥物的功能 而且全世界很搶手的時候 假設以前我們老師這樣寫說 就寫信給某某教授 然後教授回信之後 馬上把那封信拿去做微生物篩選 因為它可能沾有那隻高價值的菌 OK啦 所以兩件事情喔 為什麼要滅菌 兩個東西 一個是程序上可能有害的微生物 我們會進行滅菌 第二個 裡面可能是有高價值的微生物的時候 有專利菌啊 或者什麼樣的菌的時候 或者有特殊的 有些不申請專利 因為它不想公開 但是它就是微生物就那個功能 那個功能喔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它就會 它就會那個 這樣子進行滅菌 不然的話 那個我開個玩笑喔 假設裡面是有專利的菌 握個手握個手 握完手之後呢 就把菌帶走 然後去幫他洗手 然後去弄弄弄 那個王教授的手上有什麼 那些有力的菌等等的 所以一般正規而言 尤其有商業價值的 所以不要以為只有那種 只有那種 有害菌才需要滅菌 這個觀念 以後你到公司去 問他說 我們這邊要滅一滅菌 因為至少兩大觀念 有害菌或一般菌 做完就滅菌 第二個 有價值的菌 就會解決 好OK 來我們先暫停